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Nick 是灣仔市集關注組的代表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地產、地產霸權 或是關於做小販 關於灣仔市集有排小販的經歷 我這邊的美女呢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楊佩欣 我是關注中環檢討聯盟的組織幹事 在聯會那裡我都負責一些社區經濟的項目 因為前陣子也發生了雞蛋仔阿伯 待會也會講一講 現在的社會福利和小販經濟之間 會不會有些矛盾位 以及香港搞社區經濟的出路會是怎樣 早兩天我們都在理工大學搞出論壇 那位我們叫雞蛋伯伯 他姓吳的吳先生都出席了 待會我們有時間也講一下他的觀點 不如我先打頭陣 因為我本身在我博士階段 就是研究關於香港小販政策 可能在網台前面的觀眾 可能都不太了解香港小販政策的情況 我先有些簡單的解釋 待會我們兩位朋友都講一下大家的觀點 好嗎 因為我們平時在報紙建議的觀點 大部分都是那種覺得小販是一種的阻階 又或者他們是一些衛生問題 究竟是否這樣的呢 其實講開這個小販政策的情況 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 根據歷史的資料 其實在香港的有殖民政府以來 其實已經有相關的小販政策 而早期的殖民政府 對小販都是採取一種很敬而遠之 就是盡量是希望他可以不存在的那種態度 在二十年代就已經開始 香港有這個小販的日法牌制度 當時都是採取一種規管的態度 直到在戰後 由於社會的人口增加 很多售賣的設施就不足夠 在這個情況裏面 就越來越多小販 當時其實小販的牌制是繼續發 亦都是比較簡單的 只要你申請大致上都可以有的 直到一九七零年 這是一個惑時代 一九七零年 隨著香港的工業發展 前附政府就覺得 那裏會吸入了很多的勞動力 就不需要再有小販的職業 從那時候開始就停止發派 直到今天 其實政策大致上都是一種 希望小販能夠逐步減少 直到沒有的一個政策 說一說今日的情況大概是怎樣 最新的數字大概是去到2010年的年底 其實現在市區只得了 6331個固定攤位的小販牌 268個流動小販牌 而新界就有318個固定小販牌 254個流動小販牌 如果很快計算 其實加起來 遲牌小販在香港 暫時只有7171個 因為小販牌照分為三種 一種是固定小販牌 第二種是流動小販牌 第三種是臨時小販牌 而大家耳熟人長知道 在2009年之後政策有些放寬 所謂的放寬 對我來說是很細規模的放寬 最新是簽罰多了五十多個 我們稱為雪糕仔的牌照 亦是一些舊的 已經建立了的固定小販區 重新發放了大概233個小販牌 那些都是小販由於年老 都交了牌照出來 空置了的地方 還有少量大牌檔的轉讓申請 所以大體上現在的小販數目 都不是太多 已經剩下幾千個 這個就是有牌的部分 亦有很多市民可能關注 就是究竟牌牌的情況又怎樣 很奇怪 根據政府的統計 其實現在的牌牌小販 在2010年的年底 其實只有他所說的1,900個 待會我給大家知道 這個看來不是太準確的數目 但是同一時間他檢控這個 無牌小販的數字 在2000年都接近到2萬多宗 裡面有五千多人 其實被人檢控了兩次或以上 我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就覺得五千多人被檢控兩次以上 這個數字反而比較準確一點 顯示到真正比較行常出來 經營生意的無牌小販數量 所以我的估計大概是五千多 還有一個有趣的數字 可能聽眾觀眾都有興趣知道 就是小販管理隊的數字 人手的數字 其實大家猜不猜到 有多少 全港 對 如果我們說全港的小販管理隊的數字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只看到他經常到處都是 對 我的數字已經足夠了 我應該去查一下新數字 2005至2006年 現在的情況大概有二千五百多個小販管理隊 換句話說 這樣幾容易一點 每一個無牌小販 都有一個專人負責管理他 所以解釋的數字 跟據政府資料 管理一個無牌小販大概需要兩萬多元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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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兩萬多元 所以是一個很高成本的 我們是請一個人給兩萬多元 用這個成本 令到另一個人 無法使用小販這個職業去謀生 這是一個很古怪的情況 這個就是香港 我想現在暫時的小販情況 很多觀眾也都知道 小販分佈地點 在香港都有不同的地點 亦都分佈不同的市場種類 我們最近很多朋友一起去做研究的時候 都發覺幾類 第一類就是我所說的 很多媒介報道的天罡區 天罡區分佈的地點也都很廣泛 大家很熟悉在電視上見過 比如深水埗 洪磡區 觀塘 甚至包括一些舊區 比如元朗 洪磡 我剛剛說了 還有一些上水這些地方 都有這類的天罡區 大概是早上五六點到七八點 當然很多人說 他們不是想在天罡擺檔 天罡之後七點打後 食環處就開始有數檔 所以他們都不到他們再經營生意 最近大家要留意的應該是天罪圍 雖然我們今天沒有天罪圍的朋友 他們的天罡區比較特別 亦都有很多相關的爭取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 其實香港仍然存在不少的 無牌小販的市集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你在深水埗區出入 你在晚上九點打後 其實在街市附近 其實也有不少的人 拿一些二手東西出來買 直至到五夜 所以也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而當中我們最近和朋友經過 其實裏面還包括一些熟食的小販 大家都知道小販的緣起 就是去解決一些社會的需要 很多時候只要有哪裏有需要 那裏就會有機會有小販的出現 天罪是一個好的例子 你看到一些新區或舊區 而那些地方少了一些設施 譬如說食物的設施 亦都可以吸引一些小販 在那裏擺賣 其實我們的年紀 我是否在這裏當中 比較年長 有經驗 撤背 我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應該有同我上一年紀 也記得我們在香港 不要說那麽前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 很多人說在回歸以前 其實不是那麽陌生的事 那裏都叫做吃小販的東西 或者買小販的東西 長大的一代 那裏阿欣做過一個論壇的 日文意調查 都發覺在座論壇的人 全部沒有試過買小販的東西 或者吃小販的東西 這似乎是一個 尤其中年人的經驗 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情況 那今天我就當不勝自民 讓大家都討論一下 分享一下 究竟香港本身現在 是遇到一個什麽狀況呢 即香港很出名 我當了一個問題給大家回答的 就是出生了一個很自由 貿易很蓬獨的城市 那為什麽呢 在這種城市裏 小販其實都是一種做生意 一個這麽重視做生意的城市 會禁制這些生意呢 那究竟跟我們的社會有什麽關係呢 那一會兒希望兩位都 講講你們的看法 好嗎 謝謝你們 好 剛才問題就問了 那我們就馬上回來 給了很多時間 你們考慮了 是 那阿欣呢 你首先回答一下 剛才我提到什麼問題呢 好 那阿松也說回 我們香港其實是一個 所謂自由貿易的一個體系裏 那為什麽小販這種經濟 就是被譽為 很多人都說小販是一些次經濟 其實我不覺得小販是次經濟 因為小販經濟這件事 在很初的時候已經有 再出現現在的主流經濟 所以其實哪樣才是次經濟呢 但這也不重要 這個經濟其實很同日從講的一件事 你次的意思是說次要 是嗎 現在都被譽為一種次 哪些是主流呢 你覺得 是的 主流就是你回到我們主流市場 去打工 拿28元一個小時 我又有不同的架構 誰是經理 誰是做前線的 誰是做最下難的事 這些是現行一些主流經濟 有分不同職級的經濟 但我們都見到很多基層的街坊 其實在主流經濟他們做的事 無論他們付出多少都好 現在最低的工資是28元 即是之前沒有的時候 你真的十幾二十元一個小時 但你做到出汗 你完全是把你的勞力佔出去 即是主流經濟那裡 29元也沒想到家 剛才電梯 看電梯那件事 沒想到 電梯也沒想到 29元也難生存 現在通常很厲害 是的 剛才從你也說到 小販的元氣是在解決一些人的需要 其實我也是絕對同意這件事 我們都見到小販 他們除了賣物 讚取他們一部分的經濟收入之外 其實去光顧小販那一群 他們都很需要有小販的存在 因為小販說的是 你普遍給一些商店買的便宜的時候 其實我們知道 有一群底層的街坊 他們會去那裡買便宜的東西 因為早前也和一些朋友 去深水埗北河街的午夜虛 即是我們體驗一下 去嘗試賣東西 同時也觀察一下 有什麼人會去買 咦 原來很多一些 我們經常會以為 是一些老人家才會去那裡 原來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一些中年的 無論是男士或女士 其實會去那裡買東西 也會去那裡擺檔 同時也有些 即是藍阿裔那些 都會去那裡買東西 而且也挺搞笑的 他們在那裡其實很開心 不知道是否整個環境 像他們鄉下多些 一來尋寶 二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很開心很熱鬧 有機會被他們聚腳 是的 還有我看到去買東西的 顧客 他們很多都是長期去那裡買東西 你有沒有試過去一個商場 長期去幫忙 我猜香港人都少些 你和商場有感情 我定期會去那裡 那裡有些顧客 每晚都去那裡 我去那裡擺檔 他們覺得 小姐第一次來擺檔 我未見過 這種關係 我猜是在一些小販區 或者一些基層集中的虛史 才會體現出來 講回為何要出來擺檔 前段因為雞蛋仔阿伯 那件事 我們自己也就著整件事 有少許討論 就著現在現行的中緣政策 和現在一些小販的管制 我剛剛想問你一件事 是嗎 有很多市民說 大哥這樣犯法 他是拿中緣 還會做小販 那是否騙政府 這是否騙政府 我們當然有我們的答案 我嘗試將現行的制度說出來 我想觀眾自己可以判斷 究竟阿伯是否騙中緣 我猜大家都很明白 70年代開始停止發牌 就沒有了小販牌 你做了你也是沒有牌小販 你做你就會被人捕 冒著這個風險 但我們也看到一班街坊 其實他們在主流經濟 很難找到工作 一來二來 或者是現在很多 我們說的工作都是零散發 之前沒有最低工資的時候 說十幾二十個小時 你去做清潔 你做十幾個小時 都養不到家的時候 其實有一班人 正正是因為現在的市場是這樣 而進了安全網 他們是拿中緣的 但是進去拿中緣 究竟中緣夠不夠 大家知道中緣 一個月有多少錢 幾萬元的 是嗎 其實中緣我們說的是 一個人 成年人這樣算 一個成年人如果他拿中緣的話 其實他每天只有五十多六十元 但是這五十多六十元 是包括他衣食住行裡面的衣食衣衫 究竟這個數目夠不夠呢 就是現在通脹有這麼厲害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數目是給他們 會過得很辛苦的 就是你用完大部分的錢 是用了在滿足三餐上面 是沒有積蓄 這方面都不在話下 你說娛樂或者我去遠一點地方 我找朋友找親戚 其實這些都 中緣是給不到這些額外的金錢 那現在就是中緣政策的時候 我們除了政府每年都挺落後的 跟隨通脹有少許升幅之外 其實計算中緣的方法 其實是很歐的 我們說中緣本身 有個叫做一男子的計算方法 已經是十幾年前制定的 但是現在很多家庭 很多街坊對日常需要的定義 跟十幾年前已經不同了 舉個例子 十幾年前 我想手提電話 不是一個這麼必須的物品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很多東西已經不同了 你上網、電腦或者手提電話 這些日常生活不可以失去的時候 中緣金額是追不到現在 整個時代的變遷 中緣金額這麼低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見到 有一群街坊他們需要 有一些其他金馬上的資助 其實現在的政策 都是想逼街坊出來做事 因為中緣政策 無論是自力更新計劃 或者是因曉計劃 其實都是需要 所以用中緣是可以做事的 是可以做事 但你做事的收入 你要報回社署資 就是在你中緣金額 那裡求減 其實中緣是可以做事 同時中緣也是在迫中緣的人 出來做事的 因為你不出來找東西 他也會要求你交功課 即加一些運工的紀錄 但是我們見到 中緣是可以做事 也是在迫人出來做事 帶出來做甚麼呢 這個就是個項目 其實小販 雞蛋仔 吳伯伯其實是出來做事 他出來做小販 他是真的靠自己努力去賺取一些收入 他不是騙 不是搶 而且很受歡迎 但是現行 我們也見到 中緣要求他出來做事 無論是金額或整個制度上 他都是要出來做事的時候 他出來做事其實他沒有選擇 阿伯他70多歲 你出來可以做甚麼 他的一技之長 就是做雞蛋仔 很好吃雞蛋仔 很多觀眾都會出名 但是小販政策 也覺得他是犯法的 寫著自然 你做小販 這個位置很矛盾 有人做事 但是做甚麼他沒有選擇 我可不可以選做小販 不可以 沒有排小販 我們接觸阿伯的過程 也發現 他拘捕得很厲害 拘捕得很厲害 還有寫處 如果阿伯沒有報 所以說他要欺騙 但是如果阿伯報 寫處會將他做小販的資料 交給食環處 食環處會去捉他 即是拘捕 所以我們也見到 這個位置在不同政府部門之間 不停折捉一些做小販 而又拿中援的街坊 所以阿松 如果你問阿伯是否在騙中援 其實他做小販 他不是不想報 只是我報給你聽 你又通知食環處 食環處來捉我 那我便是不用捉 我做賣 也不夠交罰款 是否 應該令我想起 那天 因為今天 我不是說吳先生 他那天在論壇裡 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 七十年代 他有時候從來沒有想過 到他 在後來經濟差 他在回歸之後 不知為何 回歸之後 甚麼都差 在那段時間之後 就真的被迫要拿中援 他家人又有小朋友 到他自力更生 誰知道原來又是不行的 搞到現在 聽說其實都幾艱難 因為現在就 完全不可能開工 我聽他說 一年之內 幾個月就被人拘捕 七次 他們現在用的方法 我自己搞政策就知道 他是一個充公的政策 其實很多市民應該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他們不是只是罰他錢 他是會將他的謀生工具 如果用烹飪 阿伯做了例子 就是 大家都平時看到 鑽一下鑽一下 那個鐵烹 其實那個是很厲害的 也都用很多年來的感情 另外有車仔 木頭車 可能你有些經驗 還不少想 拿著跟我們說一說 其實他們是很討厭的財產 那些充公 他們真的相當傷心 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早前 我想六七年前 有一個賣肉的伯伯 就是因為充公了他那些肉器 在庭上自焚而死 這個已經 這件事之外 還有 添想為 有一個賣牛大力 一種糧殘力 其實 那些攝飯都同樣 就是 發生的悲劇 就是 逃避這個食環署追捕 好像賊那麼足 那時候 就跳下去河道 今年應該是五周年 我們記得是六月二十六號 這件事仍然很軟 阿松 我想起 剛才你說到 這個如果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我們政府經常說 一個自由信服 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 那究竟出來 自己的自力更生 又是否合理呢 其實如果這樣 都要被拘捕的話 其實這個本身 都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 無牌小販 和基層福利的關係 我知道有些小販有牌的 下一節回來 阿力 你說一下 你又接觸了很多 有牌小販 他們的情況會不會有些不同 好 我們回到這個時間 我們想聽一下 阿力 你在灣仔 在郊街附近 經常接觸那些有牌的小販 那你叫做有牌小販 我記得之前幾年前 就說要拆除他們的 那你現在狀況是怎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我是灣仔事實關注組的成員 剛才也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 究竟怎樣 開始關注灣仔的小販 其實就說 大概是2007年到 我自己有參與 天星保育運動 後來就認識了一位朋友 搞了很多事出來 大家努力 後來我們就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們都關心一些地區議題 一些地區的 有意思 剛才說 有社區經濟價值 和保育有關 或者是歷史價值 文化價值的地方 有朋友就扭起我們說 在灣仔那裏有一個老天使集 都七八十年歷史 很久了 郊佳街和太原街 那裏有一個十字 在灣仔 老香港的那裏字 是 太原街有一個花名 有些人叫做玩具街 最主要是有很多模型店 有些公仔賣 當時為何那個市集會消失呢 就是因為附近 其實有一個市區重建的地盤 它將會落城 並且那個地盤 在市集的附近 當時那個項目 就因為有幾十個停車場 的泊位在裏面 政府就說 這個項目的落城 其實就令到有很多車 需要出入 那些車怎樣去處理 車樓怎樣去處理 因為這都是專家階級 是 沒錯 就是有些有錢人 他們便會泊車入面 他們出入 即是阻礙別人泊車 是的 他們出入 唯有要經過老天市集 如果要經過老天市集 變成市集就不可以再存在了 就要剷走的市集了 所以政府當時就說 我們便會開路 你們便要搬去西內街市 或者你可以搬去天后的碗沙街 讓你繼續經營 當時我們便去問小販 對這個建議怎樣看 首先我們問 你覺得這個整個過程 究竟是否一個民主的過程 究竟一開始起這個項目 政府也好 事件局也好 有沒有問過你 有沒有諮詢過 你關於這個項目 會影響到你呢 便便說沒有 後來現在這一刻 政府便說要你離開 你對於政府那兩個建議 進去西內街市 或者進去碗沙街 你有甚麼建議 他們當時的答案便說 其實如果你去過碗沙街 你便知道 那一條簡單來說 是一條挖頭行來的 所以基本上人流都很少 另外便說 你如果搬去西內街市 我也想到西內街市 小販最怕的 有冷氣 但阿松便說 小販最怕 我便再深一尋問 為甚麼 因為當時我對其小販的認識都很少 其實他們便說 小販的特性 特質便是 他們要在一些人多的地方 才可以做到生意 所以他們是需要在街上去經營 以及兜售一些客人 所以我也覺得 既然是這樣 其實政府也是 一個在沒有諮詢的過程之下 做過這樣的決定 很明顯 這是一個很程序上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程序不公義 所以我們後來 就是有一班自同道合的朋友 有些是做社工的 有些是退休的 亦都是一些區的街坊 一起跟小販去做一些活動 做一些爭取 是吧 時間是否太多 我想知道結果是怎樣 最後呢 政府在2007年的施政報告 特首便說 可以保留那個市集 並且會做一些活化工程 這樣 但是那個問題就讓我們想到 其實整個市集的重要性很強 特別是我們在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認識到 那些小販在這裏做了80年 其實他們在那裏耕耘了很久 其實他們是應該繼續給這個機會 他們繼續在這裏經營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件成功 一個好消息 香港保育的想法成長 但是很多人又質疑 那些小販在樓下會不會 隨著街坊衛生的問題 其實會不會有些社區人士 都很反對那些小販在這裏 你的經驗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那個理解就是 其實這個社區 其實是甚麼人都有 有些是做生意 有些可能在樓上居住 有些是會做小販 有些是顧客 其實我覺得 這就是看回你究竟 覺得一個甚麼社區 是一個理想的社區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一個多元的社區 和一個包容的社區是重要的 現在的人通常是興趣商場那些 是 不行嗎 其實就是說 其實一說商場 可能我之前也有提到 商場本身是一個很單一化的 一個項目 以及我們最近都很流行說 所謂的地產霸權 其實說商場的意思就是 首先就是一些超級市場 是壟斷的 或者是一些連鎖的 或者是一些出名的高檔品牌 他們是壟斷的 越來越高檔 是的 另外也牽涉到 其實管理商場 其實本身也是令到那個空間 是政治化了 令到空間使用的自由性 是降低了 所以通常商場外邊就沒有街 是的 也不讓你走 是的 也是沒有街 我們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在灣仔那裏 去做一些當時的運動 我們所謂的收集簽名 我們亦都放了一些展覽在街上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是可以體驗到 其實街上可以很自由 你可以做展覽 或者可以收集大家的市民簽名 亦都可以聊天 但是呢 我覺得 即使用街上 可以使用街上 很自由地使用街上 但是呢 有些例子 我也經歷過 就是說 你在一個商場裏面 很多東西都會受限制 譬如說 簡單來說 你拍張照片 或者你駕駛相機 你去商場拍片 站久一點不動都不行 我都試過 被社交人走過來 問你有沒有申請 他不是就說你阻止 你有沒有申請 但是這件事 其實你在街上 其實你是不需要有這些約束 當然就是說 其實你是一個社區 其實你要跟很多人去做溝通 可能有些人會告訴你 你做甚麼 我覺得這正正是一個寶貴的地方 是讓大家去建立一些信任 去做一些溝通 所以可否這樣說呢 其實 我現在可能這個年代 社區的設計已經不同了 即是在舊市區的設計裏面 小販會不會都是一種 跟社區差不多共生的了 可以這樣說 會呀 我覺得我們見到 其實那個社區 其實是有小販經營 但是其實剛才阿欣也說到 除了你是被那些地產商 或者那些連鎖商去壟斷了經營之外 其實你作為顧客 你也是少了一個選擇 但是我們見到 譬如說在灣仔的老天市集 其實很多人走 我們不只是見到一些可能的遊客 本身很多都是住在樓上附近的人 他都會經常下來去買東西也好 去逛街也好 去打牙格 我記得有個例子很深刻 就是說 我見到我們在逛街那裏 去做我們那些運動的時候 試過有個婆婆 她就經過 走一走 她就走到我們旁邊的位置 她做甚麼呢 她就坐下了 然後就休息了 她就做了一個五帥 很有趣 她就問 為何有這麼有趣的空間 似乎她就經常來 而且似乎隔壁的當犯 都習慣了她這種做法 不會阻礙我 其實大家是建立了一個默契 大家都互相認識 互相信任 我覺得這件事 你在一個商場 或者一個 甚至乎我們今時今日見到的公園 由康民處管理公園 你都不會見到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灣仔 有些觀眾想一年多就知道 其實當年就是我們想說 港島區的窮區 或者叫舊區 其實就很基層 但今天當然 如果這些八十後 就感覺到 灣仔都很中山階級 我想這十多二十年的事 一直都是一個很基層的小區 沒錯 我們見到 其實灣仔的一個比較老的區 一些比較早發展的一個地區 其實以大概是 黃河大老東一帶為主 是多舊樓的 雖然那裏是多舊樓 多堂樓 但那裏是住了很多 一些比較低收入的人士 我們亦都有數據 其實灣仔是全香港 其中一個 數一數以貧富懸殊 最厲害的地方 為甚麼 因為最窮 剛才我們都說住在 黃河大老東一帶的人 住在灣仔半山 可能是堅利地道 那一帶也有 所以那個貧富懸殊很厲害 但我覺得正正是 因為那個貧富懸殊這麼厲害 所以一些老天市集的存在 正正可以令到一些低收入人士 可以用一個低成本去經營做小販 和一些低收入人去買東西 亦都是更加便宜 所以我覺得你們爭取郊家街市集保留的意義 可能等同我們這兩年爭取藍屋的保留 藍屋都不一定要住 雖然看我的樣子都挺漂亮 故色故鄉 但都可以住一些普通的市民 基層市民 這種保育就一直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保育的建築物本身 其實已經這樣叫進步了 香港以前甚至連樓都拆掉了 現在我們叫做好一點 藍屋都會保留 但我們往往就不保留人的關係 又不保留這種小販的市集經濟 所以最後我自己經常都說這種美語 小販有點像那些貧藝絕種動物 貧林絕種 貧藝絕種 貧藝動物 如果我們再不去加以保育 這些很少規模的經濟的話 那個後果我們其實可能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是 我們試過有一些白街站 有一些遊客來 他們都說 首先他們不知道這個市場會消失 然後他們跟我說 真是傻的 為何會有這麼好的地方 我來到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想看一些本地的東西 政府以為他們想去益時尼 是的 我都想到我們自己的市民 我們去外國旅遊 我們是否去行商場 是否只是去行商場 還是我們去泰國 有些市集 日本有些市集 去台灣 其實這些是我們在一些重視的地方 這些不需要錢 你建過的公園 但我意思是 既然我們是重視 我們是否應該去想多些 究竟怎樣可以令到這種文化 這些市集可以繼續承傳下去呢 我也同意阿力說 剛才無論是灣仔交加加的經驗 政府想去就去 沒有問過一些小販的意見 或者你說外國遊客的經驗也是 當年小販被殺 政府的年度報告都說 小販影響使用 骯髒等等 其實我問很多朋友 或者我們接觸人的經驗 接觸小販的經驗 其實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時候小販要出來說話 光顧小販也要出來說話 雖然沒有很多 不過我所說的建議 給少許空間的觀眾也考慮一下 不如我們的小販 每人收回政府的錢 說起都是香港的旅遊景點 是的 由天亮香去到小販區 是的 好 剛才民意調查結果 不知道是怎樣 大家贊不贊成 香港政府給我們小販 作為一個旅遊景點 要收回錢 最後一節 我想做少許總結 大家的看法 很明顯 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 先不要否定 其實資本主義經濟 不是經濟的所有 都有不同的種類 有些人叫做非規模經濟 有些叫做非正式經濟 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都是在主流經濟 這種 我所說的叫商場經濟 以外的一種經驗方法 我聽到這麼多的經驗 故事 很多個案都看得出 我有一個比較中間的看法 我都不太激進的人 我的感覺就是 主流經濟有一定的作用 也有他們自己的運作邏輯 但這種經濟不代表所有人 都是適應到的 似乎有很多 例如基層市民 一些收入沒有那麼好的人 其實他們的生活 都不可以用這種高消費 高成本 人們都可以去買到商場的物品 這種經濟的情況 可能相適應這些階層 但很可惜 我們社會假設不是的 人們都是一律一樣的 經濟就關乎錢 似乎不是 似乎好像我們居住一樣 不是一些很現代化的 城市設計的都市 就一定適應所有人 其實對很多階層 或是一些需要幫助的人來講 一種比較平面的設計 一種多些互動的 一條街用得到的 好像歷史所說 其實是重要的 甚至到一些 即使香港風力援助的 這些經濟都是幫助到它 所以這對比 在主流經濟以外 容許有一個空間 是一個小規模的經濟 小販經濟 看來都是一個很必須 這方面 不是單止我們在這裏說 其實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這些 小販經濟的東西 很感謝阿欣在內地回來 很精美 可能太小了 也看不清楚 其實是一個農事隔 社區夥伴 是一個機構 他就出版了這個 其實這方面的內地 比我們更先進進步 因為這個經驗 無論是在亞洲 歐洲 也有很多農夫市集 星期日市集 我們都提倡 不一定要去商場買東西 其實我們都可以 由自己的社區出發 有些人叫社區經濟 在那裏做一些 而這個小販規管的方式 亦可以給予多些民眾參與 除了發牌之外 可以在不一定長期 可能在不定期的社區裏 做一些這樣的社區經濟 這方面也是印度的研究 講多些少 這些小販經濟 跟我們講的社區經濟有甚麼關係 其實都頗初步地接觸 這一類市集 虛市 社區經濟模式的出現 其實我估計 社區經濟 也不算太陌生 香港 我也知道 有部份的團體 或者機構 其實都很努力地推動 搞一些合作社 或者共同購買 直接跟農夫去買賣等等 一些社區經濟都一直去 其實一直去 同時我看到 這個似乎都是一個大趨勢 很多國家 一些先進的國家 他們走資本主義 走到一段時間 其實金融危機就知道 對 無論金融危機也好 人與人 開始 除了經濟 會說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消費的食物來源 低碳等等 又好像回到一種 我們是否叫傳統的模式消費 因為市集這件事 最初沒有商場的時候 就是有市集的出現 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 我估計香港 其實這幾年 這個討論氣氛都有在 還有是有這個需要 因為隨著香港很多重建 小商戶被殺 或者一些新市鎮的發展 全部都是一些大財團的商場 沒有了街店的時候 這件事是有出現的需要的時候 香港可以有很多空間 有些 最愛老闆朱義繩 被殺一周年 一周年 是 很相信 我估計也有些團體 在幫朱義繩 在找一些空間 再去賣他們的貨物 但在這樣的地產馬團之下 都相當艱難 是 我們都看到 其實香港可以推很多 社區經濟的模式 我們曾經都在天水 作為推一些叫街坊來去的小型市集 在一些街坊 即是他們有不同的才能 有不同的技藝 就出來 我出來擺檔 我賣東西 剪抬髮 按摩 或者做一些家鄉小食 其實都看到很受歡迎 可以營造到整個社區的氣氛 還有 香港我們近年都說很多土地的問題 就是土地 說地產霸權 土地正義等等 都牽涉到一些本土農業的問題 其實本土農業都可以參考 就是剛才說到外國的例子 台灣或者內地或者外國 其實都在推行一些農友的菜 直接去到一些市場 即是叫做有機農區也好 或者是星期市場也好 即是有一個地方 讓他們直接去賣 那就減少了中間零售商的那種 即是我要運費 我要很多 觀眾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我們很多買一瓶水 買所有的食物 都是由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裡 中間的消耗 能源各方面 你真的想像不到這個 之前我不太記得 哪裡做過一個調查 都說我們去餐廳 其實有六成是去了租金那裡 六成 香港人就明白了 既然有這麼多 我覺得都挺犯人心性的反思 但下一步也是要行動 如果不做事 社會也不會改變 有沒有一些好的建議 如果觀眾有興趣 跟我們一齊去了解多些 或者一起做一些事情 可以做些甚麼呢 其實我也知道 我們現在所玩一齊 其實我們本身都是一個聯盟 我們都是一些關心小販 未來的問題 市集虛視 未來的生存空間 我們未來都會做一些研究 我們會示範一些虛視 請一些街坊 一些有興趣 可能是做一些手工藝的朋友 他會幫手 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推到這條線 即是真的做一個市集出來 大家去經歷一下市集 是的 有點像是清明所學圖 那些 我想那個規模有這麼大 就不知道 理想的香港 清明所學圖 真的是小環區 原本經常說 你們那些外國人 當然不是我們有 其實是中國的傳統 市集 所以 時間是哪一天 我們接下來 10月29日下午5時至7時 在香港理工大學的座場 大家來到會看到宣傳 有個有機的綠色市集 都是一些街坊 會出來擺檔買一些小食 還有一些朋友 他們會拿一些懷舊物品 自己製造的東西 出來擺賣 即是在營造一些 政府你不推 或者你暫時不推 我們嘗試民間去推動這件事 去營造一種市集的氣氛 還有兩天的 還有一天是10月30日 星期日 兩點鐘至六點鐘 都是在香港理工大學 當日會有一個 跟綠色環保有關的電影影展 Cinex那邊 他們的一個開幕影展 有兩出電影看 大家想看的話 到時留意宣傳 應該不閉 對 同時間我們外面有個市集 大家可以來看電影 亦可以幫助外面的市集 你也覺得10月多少 10月29至10月30日 我推薦 其實你下個星期二 10月4日 就下十二點半 至到晚上七點鐘 都可以來回理工大學 即是他們有一個自主生活 中間都會有一些小販 例如天水圍 他們在那裏 跟我們有些擺賣 如果你想經歷一下 究竟自主生活怎樣過 究竟小販的生活是怎樣 一個好機會 你去理工大學 在一個平台那裏 你去到 見到人聲鼎廢的地方就是了 這是其中一個 我知道阿松現在都很想做一些研究 是的 這方面 都是想找一些和小販有關的故事 甚至乎會出書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一方面是表揚小販 他們多年來的艱辛經營 以來亦都讓我們去反思 究竟這件事 擺在今時今日 究竟價值在哪裏 即剛才我們說了那麽多 一些社區經濟 講到保育等等 但其實這些事 我們可以看回他們 以往走開走那條路 究竟我們今天 我們怎樣可以套用這些東西 怎樣走下去呢 有關於小販的研究 為何我都這麽著重 叫你們來幫忙呢 因為很奇怪 政府這二十年 其實在小販的資料 各方面的資料 無論是質性的 量性的 其實都相當之少 即是我們做研究工作 其實都是找不到的 這幾年 我都不停和一些學生 都不是我的人做的 和學生一起去探望不同種類的小販 我們接觸過賣報紙的 我們接觸過賣食物的 賣二手物的 天光虛 又或者一些虛史 我們都見到 其實他們的故事 是相當之 代表到香港人 我有時都 最近我知有本書都這樣說 我叫做小香港人 為何是小去外 他們雖然人就小些 影響力小些 但其實他們才是大香港的現象 因為我們今天那些大人物 其實基本上是無法反映香港的 那些香港知子 也無法反映香港的 這些很基層的市民 他們都是香港的一部份 如果觀察有興趣 有意見的話 應該可以一起來電台 我可以轉介 幫我們一起做這類的資料搜集 或者可以上我們 灣仔事實關注組 我們有wordpress的網頁 你想上網查一下 灣仔事實關注組 就來到我們的網頁 記住 或者未來的活動 都可以留意我們出的宣傳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意見 或者想聯絡我們 就用這些方法 盡量聯絡我們 希望大家可以創造一個 不要經常說沒有小販的老闆 有小販的城市 找一個充滿小販的城市 謝謝